甲跟乙的部分分别是X船跟Y船的部分 它们两个互相发生了一个船舶碰撞 船舶碰撞产生了以后就会造成一些损失 有可能是甲自己的货物的回损 有可能是人员的伤亡 这是属于X船的部分 乙有可能是乙船它的货物的回损 人员的伤亡 在本题当中 你可以主张法定免则是由 仅限于本船的货物的部分 又是9条室游 至于 BCD就非 又是9条 有关于法定免则室游的部分 所以这是有关于课题 跟各位同学做区分 用简单的图跟各位同学做理解 这边的部分可以主张的就是 我们的传播所有人责任限制 这个部分并非免责 但是传播所有人责任限制是可以 就是传播所有人责任上限的一个天花板 还算法21条 所以A的部分它是可以主张免责 所以它的责任是0 但是呢 对于其他人的部分呢 它是可以主张责任上限的一个天花板 圈圈二主要来看的是主张免责的课题 那就把这个图写在旁边 A的部分呢 仅针对货物本身主张免责 所以就不包含人身伤亡 而且只针对本船 所以把货物跟本船的部分都特别圈起来 就不包含他船的部分 好 第三点圈圈三 主张法定免责的前提 来打一颗星星 很重要 课程已经上到这边 已经讲了好多遍 所以请各位同学务必把它记起来 考试的时候一定要把它写出来 好 前提是第一点 海商法的62条 释航性跟海商法63条 货物照管义务 是运送人最基本的注意义务 旁边写就是强制 则任不得特约免责 61条的部分 所以运送人如果要主张免责的话 必须先进到此最低义务的限制 所以必须是63条62条才可以做一个免责 好 所以我们知道了 有关于免责的主体跟课题的部分 那现在接下来我们来看 有关于免责室友有哪些咯 A 第一款的部分 有关于船长船员饮水人的部分 来特别圈 就是饮水人或受雇人 这边把它圈起来 旁边写 运送人的旅行辅助人 是针对这些运送人的旅行辅助人 在航行 或者是管理船舶 来管航行跟管理船舶的部分 行为 而有过失的时候 旁边写 就是非旅行人自己的责任 所以对于旅行辅助人就不能免责 所以这个时候是运送人的免责室友 好 立法理由我们来看一下 有关于船舶在航运过程当中 运送人对于船长或者是船员的受雇人行为 没有办法充分的监督 所以还无法充分监督划线 所以这时候第二点的部分我们来看 船长船员饮水人都是经由国家考试及格 来国家考试有几个划线 原则上我们就认为它是专门技术人员 此情况跟188 那个3的部分是标注 所以把它写个小3 情况不同 好 第三点的部分是 鼓励航运政策的目的 没错啊 就是我们的立法目的嘛 鼓励航运发展拓展国际贸易 又可以写下来 真的是很好用的两句话 好 括号B的部分 本款是航海过失的规定 好 航海过失的规定 它在讲什么 我们直接来 我们先来看一下 航海过失是在航海过程当中 因为航海的状态 或者是船舶本身有故意过失 包含两种情况 圈圈A跟圈圈B的部分 航行过失的部分 帮老师写操作 就是因为操作有疏失 所以有关船舶操作的部分呢 单纯的是因为航运技术的过失 就是操作技术的问题 然后圈圈B的部分来看一下 船舶管理的过失旁边写性能 在旁边就写说 就是船舶的定期检修啦 有关于船舶在维持上管理上 应尽有特别注意义务 所以船舶安全行情为目的 为一切的装备在检查上面 等所犯的过失的部分 就旁边有关于管理的性能的部分 好 宽号C的部分呢 有关于船舶管理跟货物管理的差别 刚刚部分我们有特别提到 打一颗星星 船舶管理的部分呢 它可以根据96条的一项免则 是为了船舶的安全性嘛 再写一遍给各位同学在旁边做介绍 这部分很重要 主要是在区分说 它的船上面的安全性 跟我们货物上面的保管上面 有所不同 那适用的条文也有所差异 给各位同学做个笔记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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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69条的第一款 有关于我们的船舶的旅行辅助人 因为故意或过失所致的 这些故意过失所致的 它会影响到 船舶的安全 也就是说 它船体可能没有办法那么坚固 那这时候呢 是船上面的旅行辅助人所致 但是呢 如果是货物的管理过失 切记 它这部分不 影响 船舶安全 船舶的安全性 顶多只是货物的回损面试 所谓的货物的回损面试呢 可能是冷藏 冷冻 冷冻库 冷冻库的部分 冷藏 等情况 是单就物品的部分 它货物的部分 可能没有保存好 那就是根据在我们的 海舱把63条货物的装卸班队保运刊的过程 但是会不会影响到整个船上面的航运过程 就不会啊 所以概念上会不太一样 那考点的部分很爱把它考在一起 我们刚刚在那个 第一个 那个章节的前面部分 也是考这个考点 那至于知道这两个概念以后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例子的部分 圈圈A的部分呢 货物管理 我们来看一下 有关于海舱把63条 商业管理责任 就是货物照管义务嘛 对于运送人 对于承担货物应进货物照管义务 所以 对于商业过失的责任呢 运送人不得主张免责 来不得主张免责 画起来 老师举了两个例子哦 我们先来看一下 发航以后呢 海水入侵船舶 我 有关于海水入侵船